喂 怎么了 哦 你好 你等一下了 我正好在那拍视频 我一会我正好把电瓶带了 我给你下来打开火 什么情况嘛 你不是没搞多久吗 哎 这种事情 只能说你自己出现大意嘛 蠢不 是不是 下次注意点了不 好了 我就来了 干接了个电话 我这个朋友打电话了 车子打不动了 又没电了 让我跟他打个火 正好离开不远 今天我也带了救援电瓶 下去跟他打个火 走 他的后备箱里面有个灯 昨天晚上下车之后 后备箱没关紧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电瓶 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吸出物了 电瓶估计快挂了 没有保养好的话 就会有很多这种吸出物 其实保养的好的话 一个电瓶用个五年六年 就完全有可能 这个就很简单 搭的时候找到正负极 注意看情况比较错了 有些车子没有标红色 但是正负极是一定有标志的 像这种电源的话 它很好搭 正负极哪个先搭都无所谓 确定加稳了 之后再把这个开启 这样稍微给他这个车子充一下电 充一下电之后 让车子有一个回声压 才能打得起 因为马上接上去 可能这个电压太低了 是完全打不起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 注意车上所有的电器 全部把它关掉 尤其是空调 如果车上电器不关掉的话 本来就已经亏电了 接上外接电源 也有可能打不着 而且容易把外接电源 这个电压拖垮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充了一下电 可以看到 这个衣表旁那边 都显生出来了 没有闪动了 应该应该可以打得了了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打来看看 应该问题不大了 OK 听到声音了吧 一把就着了 它这个电瓶本来就不行了 然后真正亏电的原因 我刚才问了一下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 都会遇到过这种原因 它的这个后备箱 因为里面有个灯 然后昨天晚上停车之后 关后备箱 这后备箱没关起 早知那个灯练了一晚上 今天用车发现挂掉了 就这个原因 看到了吗 它的后备箱 这里面有个灯 昨天晚上关后备箱的时候 这个后备箱没关紧 它不太灵了 关到这个样子 实际上后备箱是没关紧的 所以里面那个灯一直练起的 练了一晚上 最后导致电瓶直接快点挂掉了 大家这个 如果后备箱里面有灯的 关完之后 关到这个地方 稍微用能力压一下 一定要关紧了 好了 我们现在把救援电瓶测下来 测之前 这种电瓶测的很简单 先把它断开 把它开关断开 好断开了 断开了之后 正极负极 无论先测哪个问题都不大 因为它已经断开了 它不像那种救援 车对车救援的话 就要讲究顺序 这个不需要讲究顺序的 测完之后 再把这个电瓶盖 盖上就可以了 它这个车长期跑工地 你看这个当成什么样了 好了 今天的救援就算顺利完成了 其实有这种 经济电瓶的救援很方便 自从我买了这个硬件电瓶 我的朋友圈子里面 经常会充分搞救援 问题是全是免费的 连饭都没吃一顿 这些人太小气了 行我吃饭怎么样 今天 可以 没问题 好了 今天总能碰这个大房的 网坊又着落了 走 回家